伏兵卧穴收太平 血洒宝岛顺土争 强敌来犯无所拒 只为避险书丹青 位于我国黑龙江 乌苏里河境内的珍宝岛 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 因壮如元宝而得名珍宝岛 但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却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 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斗 曾经的好兄弟苏联 在中苏边境大量投放核武器 甚至放出狠话 要让我国在地图上消失 最后经过激烈的战斗 我国取得胜利拿下珍宝岛所属权 2005年5月20日 中俄双方共同通过了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珍宝岛所属权尘埃落定 那么在这座小小的河中岛屿上 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斗 让我们铭记至今 我军又是如何打败当时 世界军事最强国之一苏联的 事实上 中苏两国的边境问题自古有之 只是在建国初期 我们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双方关系比较亲密 所以这些问题也就被暂时搁置 避而不谈 但从上世纪50年代末 中苏两国在大体方针策略上产生分歧 而在1959年的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 苏联偏袒支持印度 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支持 并且撤走所有原华专家 停建原有的一切合作项目 两国开始交恶 而自此开始 搁置了几十年的边境问题 也再次被翻上台面 国立日涅夫上台后 对华态度日益恶劣 不断在边境制造冲突 并向边境大量增兵 从1964年到1969年 苏军主动挑起边境事端4189起 主要集中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权问题 后来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 当年苏联驻华使馆多次主张 在珍宝岛上给中国人回击 1968年1月5号 苏军突然对我国位于珍宝岛上驻守的战士 发动残酷攻击 驾驶装甲车 当场将我国五名战士撞死 最小的刚刚年满18岁 这一举动让珍宝岛的边境冲突再次升级 但当时我国坚持不开第一枪政策 因此只是对边境增派驻军并未予以正式反击 但苏军的条件远远没有结束 同年12月27日 全副武装的75名苏联军官驾驶7辆装甲车 卡车吉普车再次入侵珍宝岛 并打伤在岛上巡逻的我国军人 一直到次年2月 苏军不间断地在珍宝岛寻省滋事 多次殴打我国军人渔民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1969年3月2日 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70人 驾驶4辆军车入京我国珍宝岛境内 击击我国巡逻队员 并打死打伤6人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反击 并取得胜利将苏军赶出珍宝岛 向来人气吞声的我国军队 居然奋起反击 并且凭着劣质的装备打败自己 苏联边防军的自尊心 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恼羞成怒的苏军 往珍宝岛大量增派武装力量 其中包括坦克70辆 国炮380门 装甲车自行国炮150辆 步兵更是增加到1万人之多 3月15日 他们卷土重来 还派出直升机空中协同作战 向珍宝岛发起猛烈攻击 敌人这次来势汹汹 密集的炮火几乎轰炸到 小岛的每一寸土地 但此时此刻 我国在珍宝岛的驻军 只有20余人 面对敌人 强大的火力和压倒性的人数优势 根本无法发起有效反攻 中方指挥所赶紧紧急调钱 两个班前去支援 但跟苏军的重机械先进武器相比 我们最厉害的也不过是 其无火箭筒 在苏联T-62坦克面前 就像个痒痒挠 T-62坦克如入无人之境 所到之处根本没法拦截 但我国战士们 曾无数次面对比自己强大的火力 原来的日本 美国 他们没有退缩 现在面对苏联 依然不会 很快 边防战士便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 和过人智慧想出应对办法 他们用预寒的白床单 将反坦克地雷包裹住 在兵面上摆成地雷阵 引出军坦克进入地雷圈 无数离合的冬天 漫天雪梅 锅上白床单的地雷 根本难以分辨 T-62坦克一进去 便遭到蒙烈轰炸 坦克履带被炸毁 失去动力 在原地无法行动 国军抓住时机进行反攻 一举打退敌人 而被评为珍宝岛十大英雄之一的 火箭同手华宇杰 表现更是突出 他一个人干掉苏联四辆装甲车 耳朵被震聋 听不见敌人的动向 就依靠战友拍肩膀指明方向 又和战友一起击毙逃跑的苏军十人 当时周总理得知我军缴获T-62坦克 心里十分高兴 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坦克运回北京 可惜T-62坦克机身庞大沉重 而乌苏里河对岸的苏军又虎视眈眈 因此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将坦克运走 而不甘心的苏军也担心我军获得坦克复制技术 便直接下令轰斩兵面 宁愿让T-62坦克 雍臣乌苏里河也不能落入我军之手 但T-62坦克沉入河中后 苏军就放松了警惕 当天夜里我军又偷偷冒着严寒将他打捞出来 现在这辆坦克还被珍藏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见证着当年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 最后珍宝岛战役以我方取得胜利而告终 据战后统计 我军共击毙机伤苏军230余人 炸毁装甲车坦克19辆 而我军牺牲71人 其中有68位烈士安葬在宝庆县珍宝岛烈士陵园 其余三人分别在奇奇哈尔西满烈士陵园和十八站烈士陵园 每次提起卫国老兵 大家总能想到抗日战争抗美援朝 但这些在我国边境上守卫疆土的战士却鲜少有人提及 他们的攻勤不能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但珍宝岛战役虽然结束 来自苏军的刁难却从未停止 输给自己曾经的小弟这种事 对他们来说是奇耻大辱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齐克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 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甚至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 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 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 实施挥灭时核打击 但中国并未被反动派的虚张声势吓到 全员动员迎接挑战 而苏联除了时不时的小挑衅之外 并未有扩大战事的动作 直到2005年 两国边境确定 珍宝岛所属全也尘埃落定 借用普京的一句话 我国虽然浮原辽阔 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 若是有谁胆敢威胁到我们的领土安全 不管它世界地极 有多强横 我们也都不会畏惧 毅历世界民族之巅 五千年的中华民族 绝不会停止 危大复兴之路